抱歉,我剛才是用電腦器用Wi-Fi 若不痊癒 所以現在就用電話 但千萬不要油斷線 因為我已經沒有另一個方法 而且應該會爆資料 很大單 今晚做不到一個半小時 但我會盡力 我現在人在泰國 為什麼我會在泰國呢? 因為兩年前的昨天 18號就是我爸爸過世的日子 我每年18至22 18是因為他過世那天 22就是他火化那天 所以這5天我就會在泰國過 AIS最好 我要看訊息 因為現在我的電話橫了 所以如果我讀不到你的留言 我有個方法 我看電腦就可以了 多聰明 好了 那 咦? 發現新大陸 咦?為什麼我出來了? 橫了 我有個方法 我看電腦就可以了 多聰明 好了 好 這樣嗎? 超白癡 我是不是要打直 你們才看下去 對 是不是我要 等一下 你們找人教我 我超白癡 我現在看到Facebook那裡 我是打直 反而 不如打直 對呀 好呀 好呀 就這樣 是 是不是好一點? OK 好 我現在打直了 OK 這樣 我看不到訊息 因為剛剛 Tednation跟我說 如果 如果是 橫倒 出Youtube 就不會那麼衰相 OK 沒辦法 OK 看起來 隨便 沒問題 我都轉了 OK 所以 每年的 18至22 我就會在泰國 那 我本身在掙扎 其實 說些什麼 你知道 一個人自彈自唱 是有難度的 大哥 但是 真的要多謝 次官 因為次官 上次一集 他就說 這個 命運 記得嗎? 一名二運 三風水 四職陰德 五讀書 接下去 你們 六名七相八敬神 九交貴人 十養生 我就想 Yeah 就用這個次序說 就可以了 這樣 我們就可以 今集 由明開始說 好嗎? 那 但是 你要看我的樣子 你知不知道 我今天用了一千百 去被人化妝 說一無聊 先 就是因為 我過來泰國 你只是處理 我爸爸 幫我爸爸做功德 就是去廟 那些 你化了一隻雀 怎麼做呢? 我在香港也不想化妝 OK 沒理由來到這裡會化妝 還有你做這麼莊嚴的事情 你不會想這些事情 怎麼知道 我今天發覺 Shit 咦? 待會要做Live 那我會嚇到你們 那你們不是 九年間我隔天化妝 都咬出來 那所以 唉 死死地氣 走到那個魔道 本來打算買化妝品 但是 我的同事 是泰國人 很好 就說 用什麼呢? 你不就給錢人來幫你化妝 對呀 又不用買 買更貴 所以現在 不會吐飯的樣子 好了 由這個命開始說了 命很簡單 是不是 有命 或者沒有命 然後我還會說什麼呢? 就是 命的長短是怎麼決定的 OK 有什麼效果就會影響 醫生會跟你說 吃煙也不好 但是鄧小平吃煙的 他很長命 然後 做瑜伽會長命 例如說 但最近有個很出名的瑜伽先生 被發現在家裡暴斃 那有什麼影響 會影響壽命呢? 還有 有命 就是我們現在 聽我們說話 都是有命的人 但是 沒有命 死了之後 是怎樣的呢? 這就是中陰身 人死了 是不是做鬼呢? 還是做什麼呢? OK 如果你有親人死了 你應該怎樣做 你才能真正幫到他呢? 我和志冠 和文老師 我們三個人 輪流做這個節目 你們知道 梅花簡竹 他們是比較 學術性的角度去說的 而我呢 就是以一個Believer 即是 我是以一個有宗教的人 一個過來人的身分去說的 OK 分別就是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說 嘩 到人為信 什麼的 Can't help it 大哥 我信你不信 我沒辦法的 我只能說我信的版本 對不對? OK 我還在玩電話 OK 好了 有命的時候是怎樣? 沒有命的時候 你經歷中陰生日是怎樣? 命有多少種? OK 接著就 不同形態的生命 OK 這些都是可以說的話題 好了 那麼 我們現在是有生命的人 我們這一種 你和我都叫做什麼呢? 叫做胎生 因為四生六趣 什麼叫做四生呢? 胎生 卵生 濕生 化生 OK 這個是佛教的看法 四種生命體 好了 胎生就是一隻生一隻 一胎 可能一個 可能兩個 可能六包胎可能不奇怪 但是 就是一個胎兒地生出來的 有人 有象 馬 牛 魚是等等 猫猫狗狗 當然都是胎生 這個我們不用解釋 大家都很熟悉 那 卵生 就是 雀仔 青蛙 OK You name it 蟑螂 啊蟑螂 都是卵生 好噁 OK 接著就有濕生 濕生 濕生是什麼呢? 就是 它是在陰陰濕濕的地方 陰就是黑濕 然後 濕濕的地方生出來 如果你們 洗手間 有那些一瓶瓶的東西 不是放在有格的東西 下面是會有積水的話 你就會知道是會有蟲 吐出來的 那些蟲是不知為什麼 會吐出來的 那種就是濕生 有很多 細菌 蟲 微生物 那些都是濕生的 乾燥的環境 它生長不到 那它就在濕的環境裡面生長 那最後一種化生 就是比較難理解 其實很容易理解 就是說 你投胎在地獄裡 餓鬼 畜生 這一種 你因為你的業力 牽引 業力是什麼 就是你生前做的因果 它那種好像萬有引力 扯你去那個地方去投生 而那種是無中生有的出生的 爆出來的 那種就是化生 那有這四種生 那我們在四生 在綠翠是什麼意思呢 綠翠就是六道輪迴 六道輪迴 那有地獄道 地獄道 講得最多的佛經 如果我沒有錯 就是地獄本軟經 講得地獄裡面的不同的景象 那另外有一篇 都多人看 都多人認識的 叫做《玉力寶抄》 玉力寶抄其實本身不是佛教 但是佛教也有一些師傅 是推崇這本書 但是也有一些佛教師傅 是並不推崇的 就是他覺得 原因的argument很簡單 就是因為玉力寶抄 包括他裡面的角度 其實不是佛教的角度 而是道家的角度 包括就是 十殿的閻王 然後你做了什麼事情 就會在什麼殿上被判 他的概念 是好像人間的衙門 那樣 有包青天 王朝馬漢 張龍趙虎 押你過去 然後審你 然後他有一塊 不是照搖鏡 我忘了叫什麼 一塊鏡 他就是給你看 你生前做過什麼 那你不能不回應 看著 然後他就審了 你不要以為你只是一個殿 就是按照他 我不是說我同意 但是他做了某些事情 他就在一殿 那裡審 如果你有一殿 所犯的問題 的罪 你就在一殿 那裡 有一站不同的小地獄 在周邊 你就在那裡受了 那地獄有一樣東西 佛教和道教 就是 最痛苦的是 你不會死 你明白嗎 你怎麼不會死呢 就是 你是化身 你並不是有個驅學 人有一樣東西就是 好了 你折磨我 你拔我的指甲 你當我片皮鴨 你挖我的眼珠出來 你靈詞我也好 那我血會流肝的 或者我會痛死 我會虛弱死 即是 那個短時間 是受我的肉體所限制的 我差一點 我散一點 我很快就死了 但是 在地獄的眾生 他並不是有個驅學所限制 所以 他受折磨的時間 是無限量那麼長的 OK 這個是 Between 佛教和道教都認為 但是 剛才說的 玉力寶秋 是一個道教的經典 他就是說 你一天 審完之後 你有那個罪 你就受受受受 受完之後 就扔你去第二天 第二天 他又再審你了 有什麼什麼 有什麼 那一個 他並沒有 第二個看法 他的意思就是 你死了 你必定去那裡 給他審 OK 那你多多少少 都會有些事情 過了 那你就過吧 過堂這樣過 過了 十天之後 他才會派你上來 OK 有機會做人 有機會做動物 有機會做人 有機會做動物 那樣 玉力寶秋 都很仔細的 說得 那我說 為什麼 有些師傅 就說 這一個並不是佛教的角度 因為佛教並不認為 那些東西是有一個主宰 你明白嗎 不是說 有個十殿炎黃 然後他就會 根據你生前的東西 去判你 他並不認為這樣 他認為 譬如我們 出生之後 我們不記得上一輩的東西 那原因是什麼 是不是因為 入了孟婆湯 玉力寶秋 就是說孟婆湯 他說孟婆 就是漢朝一個女人 這個女人很虔誠 然後就自小讀論語 然後去到八十幾歲 死的時候 就被封為一個官 就做這個角色 那有法師就會問 就說 那漢朝之前 這個角色誰做呢 所以 道家在玉力寶秋 那個概念 就是 是一個人治的社會 你明白嗎 就是反映以前 封建社會時代 的那種 就是 清清大老爺 然後公正而明 他就會根據你所做的事 他會幫你判案 然後你會得到應有的 那這件事是很受的 因為 自古以來的 這個鄰近地區 都是有不少的冤獄 以及不少的 委屈的嘛 那他們覺得 喂 我生前受了多少壞事 不要緊要 因為我死後會得到一個 justice 但這個 and again 不是佛教角度 但是 為什麼又會有佛教師傅 去share這件事 會去印這本書 譬如正空腦法師 是因為 你看看法心 這個爭拗點在哪裏 就是 你到底是 以他的原則為常 還是你以他的出發點 為更大的依歸 如果你覺得 不是啊 他只是勸善而已 他只是叫人不要做壞事而已 你看完之後 你騰騰鎮 你覺得 嘩 這麼嚴重的話 要十個電輪著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結束 你覺得會很嚴重 那你就 就是 從此不做壞事 然後你就慎恩果 如果你有這個角度出發是好的 但是 他裡面 譬如十電炎黃 他裡面那種 想佛的法則 它裡面不是 Exactly佛有 OK 那好了 我們剛才說 這個四生 化生那種就是 因為你的熱暴 牽引 你就投生在不同的地方 那到底人死了又怎樣 我今天 我會說一點 我爸爸 但我不會哭的 放心 那就是 人死了的時候 他因為沒有了這個身體的束縛 你在死的過程裡面 所謂的四大 即是 地水火風 分解了 OK 火就是你身體的溫動 OK 水就是口水 身體裡面的水分 開始揮發 開始乾 地水 地就是你的骨頭 肌肉 地水火風 風就是氣息 那它一個融入一個 融入一個 到最後 氣就沒有了 地水火風的風就沒有了 那你看到一個人 他快要死的時候 是會冷的 手腳會冷的 因為那個火 開始融解 分解 進去另外一個 element 一個融入一個 到最後 連風都沒有了 那人正式斷氣 那 就死了 OK 我們這個世間看 總之一哭你就懂得 OK 知道了 OK 所以 我們知道 怎樣去 Anticipate 知道那個人 是不是快要死 或者他的生命 快要完結 其實 脈中有他的說法 你可以有些方法 可以看到 那個人是不是快要死 那 我自己有兩三個朋友 惡識的人 他死之前 不知道他會死的 但是他死之前 你會覺得有些事情奇怪 就是你看他有些事情 跟平時不太相同 但是你說不出他有些什麼 你明白嗎 就是 好像 眼神比較換散 但是你說 我眼睡我泡完也是這樣 然後你說 沒有那麼光彩 那你沒有化妝也沒有光彩 所以今天我好樣一點 這樣化妝 但是 你可以看到有些事情 有些不同 但是你說不出 但是脈中那個 是一個很具體的方法 可以告訴你 怎樣observe 包括你可以observe到自己 OK 好了 這個不教大家怎樣判辯 好了 然後 就找一集再說 這一集講命 那你說生命的長短 哪個決定 哪個控制 第一 第一 沒有主宰 沒有人說 你做得多壞 你這個XX 我就接你瘦多少年 或者你為了想跟你的前度 復合 然後你就說 我寧願接受20年 可以跟他復合 Sorry 不輪到你說事 OK 那你的生命的長短 取決於 因緣和合 因緣制會 OK 就是說 你過去世 有沒有中落長壽的因 或者是短壽的因 譬如上一集講過 短壽的因 就是殺生 害命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它會 result in 就是說 你將來 它沒有說什麼事 它沒有一個exact 很defted的時效性 但你將來生命就會短 會有一個sudden death 突然之間有些事情發生 還有多病 如是等等 但如果你是愛護生命的 譬如說 你每個月捐錢給SAA 即是保護維器動物協會 即是保護動物的組織 或者你自己可能會去餵牢 流浪貓狗 或者是放生 這個很有爭議性 我找一集專題講放生 好嗎 今集不講完 總之是愛惜生命 保護生命的事情 那你就是中了長壽的因 OK 這個就是這個因 那果就是你現在會不會長壽 還有一些factor會影響到它 例如是什麼 例如就是 吃煙 喝酒 然後不睡覺 不傷身的東西你不吃 那你就說 如果我是有長壽的因 那我怎樣吃都沒事 那下期你可以這樣說 那植物人也是 對不對 你可以一輩子睡在床上 你也很長壽的 但是 你是一棵菜 那你會這樣做嗎 你是否想這樣對自己呢 還是其實 你這個身體是 你應該珍惜 你應該保護 因為身體不只是你自己的 其實你的存在 是影響到很多其他的生命體 你不只你 你可以真的回饋社會 那你整個人頭去做義工都可以 是嗎 你可以 就是我這樣說 你一 你中期一生 你只在沙灘撿垃圾 你也有貢獻的 是嗎 是嗎 我開了很多 張寶成說 我已經開了很多 空頭支票 有空給我 麻煩 因為我會忘記的 老巫和小鄧都很長壽 是啊 那就是糟糕 為什麼糟糕 為什麼糟糕 禍國殃民 是不是 他周邊那些 又被他傷害 但是這些人 是跟他有一個karmic link 就是有一個因果關係 你才會被他害到 如果你沒有一個因果關係 那你會投生在北丹 北丹人有明君 那個明君還要是 教他們要上街 教他們要抗爭 教他們要示威 為什麼呢 因為 有一天可能我有個不肖子孫 是會做一些對國民不好的事 所以要學識抗爭 那你有這樣的因果 你會投生在什麼地方 喂 先不要跳題 你讓我慢慢講 我會講到去的 我今天講了命 OK 好了 我用佛家和道家 和民間信仰不同的角度 去講一個話題 所以你們可能會聽到 嘩 一頭都是煙 不要緊 留言 因為現在我是見到留言的 OK 好了 糟了 講到哪裡了 講到一個 啊 壽命的長短 OK 老毛和老等 他長命不單止是 不單止禍國殃民 對他自己也不好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命長 他就害得人多 他害得人多 做得壞事多 他將來都要受報 他不會走得掉 沒有人會走得掉 其實西藏有一個傳說 我之前已經想說了 另一集 但是被另一位主持 扯走了的話題 都回不回來 回不回來 我現在講 西藏有一個傳說 一個說法 就是為什麼 老毛 會有這麼大的福報 OK 他會 可以 成為所謂的一國之軍 建立到萬國的共產黨 等等 故事是什麼呢 就是說 很久遠以前 就有一個 國王 他沒有說是否這個世界 是否這個藍尖寶洲 他總之說是一個國王 這個國王 不是一個怎麼好的國王 那時候就是一個大智者 一個修行人 而這個修行人 其實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然後就跟皇帝說 我想要一塊地來 來建一個佛塔 佛塔就是 裝佛的舍利 裝經書 那時候這個國王 畢竟摩養 不樂善好師 不喜歡做好事 他就好玩 就說 好 你是不是用一隻牛 可以鋪到的面積 就是一隻牛皮 可以鋪到的面積 我不會給你 那你可以想像到 一隻牛 攤開了 那就是 那一張餐桌那麼大 或者多一點 但是由於 這個大智者 這個成就者 這個修行人 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特別聰明 那他就想 他怎樣呢 他就用一隻牛皮 去捲成絲 捲成線 那就可以鋪到很大地方 那 他就鋪到之後 那皇帝不能反口 就被捲著給他 但是其實是不強的 那這個時候 這隻牛 就每天 就幫忙 揹著磚頭 那些很重的東西 去建佛塔 到佛塔 到佛塔建好了 舉國上下寬藤 哎呀 好啊 你承受了一件功德 你幫到很多人 我們從此可以擾塔 我們可以做大禮拜 太好了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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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 這隻牛 就是揹著磚頭 做到那隻狗 那隻牛 就心身不憤 他就應該說了粗口 四個字 就說什麼什麼什麼 做到我啊 那隻狗 這樣 做到我啊 最辛苦的是我 你做了什麼 又不用你揹 又不用你抬 又不用你做 你現在受萬民的掌聲 我就摸什麼 這樣 這個時候 他就發一個誓願 就說要生生世世去破壞佛教 因為他覺得他not being appreciated 他覺得他真正是 得最多功夫的人 那由於他有很大的功德 一天建了這個佛塔 那他又同時發了一個誓願 那他之後有一生 他就投生了 做了一座朗達馬 就是西藏歷史上 一位滅佛教的皇帝 然後再投生 傳說中就成為了老毛 所以老毛對西藏破壞的迫害 是很殘忍的 我在印度的西藏寺廟住過 有一些外國的記者拿過一些當年拍到的照片 當然是黑白衝出來 然後他再print給我們看 是西藏入城的時候 怎樣屠殺西藏人 怎樣殘忍呢 逼小朋友開槍射殺父母 You cannot imagine 逼這個僧人 和尚 藍的 還有比歐尼 即尼姑 通姦 在街上 如果不就射殺他們 和他們的家人 還有就是 我認識他本人 其實就是一個佛教的師兄 即我五年的春天三四月的時候 我在紐約就是佛教活動 有一個西藏人 他在雲南出生 所以他有護照 如果西藏出生的西藏人是沒有護照 出不了境的 出不了國的 是沒有人知道他們的苦難的 他們沒得說 他跟我說 就是他叔叔當年是一個出家人 他們困了他之後 是天天毒打他 打到他皮開肉爛 然後他一想練經就打 不讓他吃不讓他睡 然後拿水潑他 還有就是找一些很漂亮的女生 脫衣服 要跟他 你明白吧 就是要他破戒 你明不明白你想不想像到那種 evil 有多邪惡 所以你知道這些 你更了解得多 你想想我們香港現在受的 其實比起西藏是皮毛來的 是他們的萬分之一 他們天天 他們在拉薩 周圍都是拿著那些重型機槍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AK47 總之是連環掃射的機關槍 那種軍警 軍人在巡 他們想向外國人 外國記者 訴苦 說他們失去自由 都沒有機會 所以香港人一定要 對不起我扯開了話題 但是香港人一定要維護一國兩制 香港一定要捍衛自己的核心價值 就是 現在趁中共不可以沒有了我們的時候 就是由於經濟原因 所以我們是要好好保護自己 不能夠有他喜歡怎樣就怎樣 因為沒有人性的 老實說 OK 我回來了 有人快要死的時候 我記得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有人勸我 Candona Candona 我回來了 一個人知道他快要死的時候 在佛教角度 你真正能夠幫到他的就是助念 什麼叫助念呢 各位 如果你身邊有人 即將要往生 即將要死 OK 你幫他 如果你相信我說的話 或者你覺得 有任何真正的 如果你想給他一試 請就趕快 你上youtube 你打助念 幫助的助 念經的念 不要Facebook傳訊給我 因為我認識不到電腦的聲音 我不知道我電腦的問題 所以就不要傳訊給我 麻煩你 唉唷 還扔出來 你打助念 我會不斷地念 南無阿彌陀佛 我爸爸要離開的時候 我是一直 我一直跟他說 你現在什麼都不要想 你什麼都不要做 你不要覺得 唉呀 有很多東西放不下 然後可能你有錢 放在哪裡 你放不下我 Terence 不要再訊息我 OK 我開你的名字了 Don't text me 因為你一直令我出怪聲 我關不下電腦的聲音 Listen OK 一路說 跟著我跟他講 我跟爸爸說 Daddy 我阿彌陀佛是紅色的 你一路念著他的名號 他來接你 你跟他走 我說 你去到他的西方極樂世界 將來我夠鐘的時候 我去找你 你快點去走我一步 去探住才等我 我說不要再留戀這個世界 This world is shit OK 我說這個世界充滿痛苦 As a matter of fact 就是輪迴本身 這個字 在繁蜜 腳比 就是 Wheel of suffering 就是受苦的輪 為什麼是一個輪呢 為什麼不是一個盒呢 或者是一間屋呢 是一個輪呢 是因為 你走不出來了 即是你幻想自己這個的倉鼠 就不斷地一直爬 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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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 你一路以為前面就是 不要被一口被 你以為前面就是出路 也走不了出去 即是猛鬼街而已 你明白嗎 其實 If you really come to think about it 我找一集可以講苦 這個方面 專題講苦 但是簡單一點 現在提一提就是 其實 你有什麼好留戀 你现在无论得到多少 我给你成为传向我最有钱的女人 最近有人做了,有三四百亿 你可不可以不老? 你可不可以不死? 你可不可以免于恐惧? 你可不可以 确保全都行你的方式 永远都能够得心信意 不会的 因为你要知道轮回的本质就是苦 无论你怎样拿糖衣包多少层 做到它是酱皮糖 有糖心的 心太軟 或是jelly beans 什么都好 在最后你都一样 所有东西都是要给你 所有东西都会离你而去 更何况佛家说的就是 这个钱财 财富为五家共有 水、火、杜财、官府和逆址 这个水、火大家明白了 突然之间一个tsunami 或者突然之间一场水 什么都没了 火烧了 杜财就是财 财可以是近亲 可以是川里桂桶的人 什么都可以的 接着官府就是政府 政府突然间改政策 你问俄国 俄罗斯就知道了 无数那么多个有钱的富豪 和普京对抗 结果就抄家了 鄰近地区也有很多 你令计划、令政策、除财厚 他不是有的 但一个玩打贪腐 就全部都没了 所以有同感的 这个叫做官府 最后是什么呢 逆址 就是五逆的儿子 跟你败家产 说什么 财不过三代嘛 就是了 所以给你有多少 在最后都不是你 你凶 怎么说呢 你凶积聚了一堆的 恶因 将来给你自己承受的恶果 而其实你现在 你睡又是睡了一张床 你吃的吃得过几餐 你明白不明白 你穿就穿那些衣服 你不会说穿得多些 也会好些 你穿得多些就热了 你穿得少 其实 我觉得人要 come to our senses 就是我们要明白 救就可以的 知足 常常都说知足 但是 你说是没用的 你是要思维 你要思考 怎样为之 我要多少 因为你永远 满足不了你的贪恋 永远都不够 但是什么叫做救 因为其实 不会救 所以你是用你的理性 去战胜你的那种 欲望 好了 又说回 死了 由他还没断气的时候 你已经要跟他说 不要留乱 你必须要放下 然后你一路念 一路播住座念 一路跟他说 你现在一路念住 他虽然身体开始解体 但他的神色其实清醒 包括中了风 在ICU 其实他都会知道 你一路跟他说 你念 你念 因为你只要一心不乱 或一心不乱 或二心 或三心 或四心 只要你一心不乱 什么叫一心不乱 就是你没有其他的习念 你专注在那一个想法上 就是 南无阿弥陀佛 他答应一定会来接你 在佛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说了 百万四千法门 每一部佛经 都是有人问 即有个菩萨 突然之间 就起身 偏弹又坚 百佛言 就问世尊 作何因缘 如何观世音菩萨 会成就如私的功德 或者有人就问 普言菩萨的功德 有人就问地藏菩萨的恩怨 如是等 一定有人问 每一部佛经 都是有人问 唯独是一部 是没有人问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佛说阿弥陀经 释迦牟尼佛突然之间 说 突然之间决定说 没有人问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呢 因为很重要 为什么那么重要 你想想 今时今日 看土 就是中国的佛教 每次都南无阿弥陀佛 为什么你不见过 南无保释身如来 或者南无释迦牟尼佛 明明南无释迦牟尼佛 是在这个地球上 其实出世的 为什么你不是说他呢 而是说南无阿弥陀佛 因为释迦牟尼佛交代得很清楚 他说由于我们 这个南无尊寶洲 就是我们这个地区 的众生有五族 建族 烦恼族 众生族 命族 还有一个 我忘记了 有五族 所以叫五族恶势 这个地方的众生 烦恶特别多 造恶特别多 要行善很难 要清淨很难 所以 你想去其他的淨土 每一个佛菩萨都有自己的淨土 每一个都有 但你去到才行 是很难 因为他们的entry level很高 就是你说 哎 你会做咖啡 我会做咖啡 为什么我开一间咖啡店 不是沙北石 因为人家 现在是一个这么大的企业 人家当日的投资 各方面是很大的 正如就是说 你想去另一个佛的淨土 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你要去到 跟他同等的level 心又那么清淨 你要淨了那个 譬如你是十地菩萨 或者八地菩萨 你才去到 喂大哥 去到八地菩萨 如果我没有记错 是已经没有时间 空间的概念 他连这个东西都打破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怎么说错 喂 你和我 大家现在很明显 我知道我在泰国 你知道你可能在香港 或者加拿大 我知道在哪里 还有时间 谢谢 劫族 建族 烦恼 众生族 命族 对啊 我漏了劫族 谢谢你 那 我先喝一口水 对不起 很渴 而且开始变声 所以你想去 你去不到 不是那位佛菩萨 不慈悲 不接引你 老实说 你和他不是同一个 level 你见不到他 他来 就算你和他真的有宿世恩怨 他真的来执你走也好 他看不到 大家有不同 frequency 不同 channel 你明白吗 只有阿弥陀佛 因为他当初 他那个 怨力很大 48大怨 他经常说 我不理你多么少学习 我不理你多么差 我不理你 刚才有个听众问 让我查询 等等 OK Chan Wakin 就是Wakin Chen 其实做个坏事 还能不能去到西方成统 可以 绝对可以 你只要 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一心不乱 你念 南无阿弥陀佛 你一心不乱 我不理你 用潮州话读也可以 广东话读也可以 国语也可以 英文 日文 我的脚 妈咪 日本 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或者西藏文 就是 OM 阿弥陀佛 是吧 Whatever works 总之 你知道你在叫他 他又知道他 被你叫 OK 你建立了一个关系 你只要一心不乱 其实很简单 我听过无数 故事 我现在 on top of my head 我找不到一些 佐证给你 但真的有很多 其实 就是一个不识字的婆婆 没有读过书 去到晚年 他就去学佛 他没有工作 不用上班 他就天天在念 念到什么程度呢 他念到睡觉 自己的口都在念 那 他死的时候 你以为去到正都这么简单 更厉害 遇知时知 他知道自己何时会完 他自然跟家人说 哪一天几点我就会走 说完几点 到时你们不要打扰我 我就会坐禅 就像打坐那样 你们不要动我 有我走 他就交代了所有 这些身后事 那你以为 一定是说什么唐宋元明清的事 其实不是 台湾近年都有发生的 西藏当然有些更夸张一点 就是化红光身 整个身体 整个驱惑 没有了 变了彩虹 现在不相信的人 就瘋了 不可能 不要紧了 我将我知道的事 跟你分享 你信不信我 我没办法的 我当然是想你信 因为如果你信的话 你多许信因果的话 你做少些坏事 你会开心点 你身边人也会开心点 你将来又不用那么痛苦 那 I do my best 是的 我是吗 是的 我有些事可能说错 但是多谢大家的correction OK 嗯 是的 所以就是说 你只要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 and again 什么 language 不要紧要 是的 如果一生做过很多好事 但是死的时候 念经没有一心不乱 那会怎样 OK Conny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 会怎样呢 就是 嗯 几个可能性 OK 我不是零波车 我的版本未必完全对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 你见到法师 见到凌波车 你是 Please OK 再问多一次 就是 他有很大机会 会投生 天道 天道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不同宗教都说 Heaven 就是天堂 那 那 道家的神仙 印度教的神 还有很多宗教的神 还有很多宗教的神 其实在佛教的角度 是承认他们的存在 他认为他们是天人 是的 那我刚才不是说过 有四生六趣的 是不是 还有三界的 三界就是欲界的众生 色界和无色界 欲界就是 简单点分 就是大家见到大家俱寒 OK 我们的欲念很强烈 欲念会主了我们的做事 就是 最多的时间不是理性 OK 去到色界 就是 他们 天人 就是上面天人 那他们呢 就 没有我们那种男女的欲念 没有吃东西的欲念 这样 去到无色界 就连驱寒都没有了 只有路电波 他们一直在一个 禅定的状态 这样 OK 那 再回到 刚才我们说的 四生 佛都承认神的存在 是的 没错 那 四生 刚才不是说的 胎生 卵生 濕生 化生 化生 除了地獄众生 是化生 就是我们死了 去下一生的身体驱寒 那是化生之外 sorry STAND CORRECT 如果你投生做人 你就是胎生 是不是 你投生做了 amoeba 你就是濕生 如果你投生做 雀仔 你就是卵生 但如果你投生去 饿鬼 地獄 那你就是化生 是的 化生 還有一种是化生的 就是天人 天人都是化生 天人都不是 就是 父母 跟著 生了 兒子 很痛苦 撕他 出來 沒有的 又是爆出來 那 人死了 好了 正式斷了 先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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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錯了 都包容 多謝 那 斷了氣之後 那個助練 不要停 一路 坐下去 你說 我可以唸 絕對是最好 現在你跟他有血緣關係 YouTube的人 你不認識他的 他是法師 他很有功力 沒錯 但是記住 法師跟你那個親人 跟你本人 並沒有直接的連帶關係 但是如果你幫你的親人念 由於你跟他有那個 因果業力的關係 如果你們本身沒有關係 都不會成為親人 或者是相識 相愛 相親 然後他死了 在他身邊 廢話 所以 你念那個力量 一定是在 你不用說 糟了 我念得很慢 不重要 你有個心就可以了 你一路播著 你一路念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包括我爸爸的個案 就是 我不會哭 我一定 我很堅強 就是 要跟他說 放下 你叫他不要走 再留暖 你跟他說 你時間夠 你真的要走 你不要留暖 因為為什麼 如果他放不下 他留暖的話 他會 在一個中音裡面 很漫長的時間 走不了 投不了胎 這樣對他是不好的 譬如 有一種鬼 以前 就經常在森林裡面 因為古人很喜歡把錢 埋在樹下 就是 此地無雲三百兩 這樣 有些人就是死了 之後他放不下 他就走去 在自己的錢上面 就這樣站著 所以 神通人會看到 有多一隻 其實他就守住那些錢 那些就是 不好的 因為他應該要轉移 他沒有轉移 或者 兇案現場 OK 我知道 很疼 因為這裡的網絡 不太好 WiFi比電話更慢 會盡快上載 放心 然後 兇案現場 被殺 他放不下 他怨念很重 或者 他有一個他很愛的人 譬如子女 他不捨得 他也會 有機會不一定 佛教沒有事情 會告訴他一定點 也沒有一個主宰 你記住這件事 他有機會 會在中音身上 一直在那個地方留念 一直走不到 但也有一些就是 他走了 但他不斷地投生回來 舉例 他不捨得他的兒子 古代 就是他投生做家的牛 投生做家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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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被兒子殺了三次 有這些例子 因為你 你的意念 將你 把你扯到那個地方 OK 那繼續說回來 就是 你一直跟他說 叫他放下 叫他念阿彌陀佛 所以 如果你在生的時候 你有這個訓練 你有念開的話 你知道自己的時間到 你比較能夠放下 你會接受 你會知道 我地水火風 開始分解了 開始互相融入了 然後 我時間夠了 我要放下萬元 包括子女 錢 財產 什麼都不管了 都放下 這樣他離開 如果他 生前做了很多好事 但他沒有念一生不亂 或者他練了 但是不是一生不亂 那怎麼辦 剛才答了 剛才答了 或者 也有可能 就是 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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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大戶人家 家裏 有 扶持指教 整個環境很好 很愛 家裏 教育也很好 人生制裕也很好 都有 這種的 但是 我想跟大家說 你們不要覺得 我很羨慕 最近某個女人 成為香港首富 香港女首富 這樣 因為 旁邊那個人 給了很多錢給他 或者 我很羨慕 Facebook的創辦人 Mark Zuckerberg 這樣譬如舉例 最大的福報 並不是在人間 我們見到的福報 其實是 很少的 第一 你享受多久 不就是幾十年 你明白嗎 但是 真正大福報那些 是在天上面 就是天人 他又有神通 他又要什麼就有什麼 他想到就有 根本 不用辛苦 不用受罪於 人與人之間的 那種關係 那種複雜 那種 他很想要 而求不得 因為 求不得苦 是 人類的 你明白嗎 人道的一種苦 天人沒有這個問題 天人有別的 天人五衰 他臨死的時候 他身體會臭 衣服會不得 然後 有一個地方的天人 天人都有很多界 有一個是會掉下來 做豬的 正確 而且由於 他們有神通的關係 他會看到自己下一生 會做什麼 所以 是很慘 他很害怕 但他很害怕 他又改變不了 你明白嗎 有什麼事情 他們可以做到 所以 作為子女 作為後代子孫的話 你對於你的長輩 譬如我爸爸過生兩年了 老實說 他過生的時候 是窮我所有的能力 幫他做很多事情的 我有一些學佛的朋友 即是我的師兄 都說 如果將來我死 有人這樣幫我做 我都很滿意 但是 不是貪心 但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 它是不足夠的 無論你的父母親 你爺爺媽媽 你的親人 或者是 先生太太 whoever 過了生幾多年 你一樣可以做功德回向給他 他一樣會收到 譬如 他現在是另一個生命體 在另一個驅學 他突然之間收你的功德 回向給他 他便會好 你明白嗎 他會 即是 環境變好 各方面都會變好 還有 你會將他 好像我上一集所說 好像有cushion 那樣 即是 本來有很多不好的東西 但是 由於你的回向 他突然之間 那些不好的東西 就會消蕩於無形 然後腹又會厚 這個是我們報恩 即是報父母恩 報親恩 或者報什麼恩 可以做 和應該做的態度 不要覺得 父母走了 我和他打課齋就算 即是 如果你們知道 我幫我爸爸做了些什麼 你們會覺得 喂 救啦 是沒有的 即是 沒有所謂的救 沒有的 就算我爸爸舉例 他現在是 在某個大戶之家 出生了 做了一個 1、2歲的BB 我一直的回向 都可以令到他 一句話 聽著 盡此一報生 同生極樂國 盡此一報生 就是什麼呢 記不記得上一集說過 如果有聽過的朋友 就是 現在這個身體 我們沒得改變 因為我們已經投生了 進來這個區學 但這個身體會完 所以盡此一報生 同生極樂國 就是西方極樂世界 那你說 喂 我做了很多壞事 我可不可以投生呢 可以 你只要一心不亂 就可以 但是 如果你做了很多壞事 有一個情況可能會發生 就是有很多的業障 現前 很多的惡因 在你死之前成熟 OK 例如剛才有個聽眾 我先問一問 我先看一看 Joyce Lee 中途做手術死 那怎麼辦 這一種呢 就不是一種善終 或者你們不要以為 睡著睡著睡著 死是很好 很多人有這種迷思 以為中途死是好 你不知道自己死了 其實很嚴重 OK 你最好是 念一心不亂 念到如之時至 知道自己幾時死 你選定獸醫都可以 你說 金絲藍木的棺材好 還是紫藍木的棺材好 即是開玩笑 即是 如果你遇之時至 你念到那個地步 你不理了 你明白嗎 即是什麼棺材 即是不重要 我爸爸呢 但不會哭 OK 他生前他有打坐 OK 這是 投生天道的一個重要的 criteria 就是有禪定 那禪定不是佛家獨有的東西 即是印度教 道家都有一件事 打坐 所以道家很多人 他們就是練先 是嗎 有一集我會講神仙俗譜 可以講道家的神仙俗譜 到底是欲皇大帝大 還是太上老君大 到底這個 註生娘娘大 還是宋子觀音大 即是 我把族譜一層一層的說給大家 好嗎 亦都說是印度教的神 其實你問我 我 是一個佛教徒 我是相信他們全部都存在的 只不過他們不是我們歸依的對象 即是我們不會認為他們是我們最終的救贖 我們不會認為他們是我們最終要學習的目標 不會 我們尊重他們 OK 有人會挑戰我 即是我自己的頻道有人挑戰過我 亦都有人留言 又說什麼信佛 又拜什麼 宋婆那個 宋婆呢 是印度的稱呼 我的腳有鼻 那麼 在佛教裡面 搞什麼 我的腳 等一會 在佛教裡面 他叫做大志在天子 妙法蓮花經 OK 即是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這個絕對是正的佛經來的 不是偽經來的 沒有人會question他是偽經來的 日本的日蓮正宗就是修妙法蓮花經的 中國亦都有很多修觀音法門的人 就是修妙法蓮花經 裡面說什麼 就是觀音會以不同的身相 不同的形態出現去度眾生 包括以大志在天子的身而為說法 OK 還有我們要成佛之前 我們是要打大佬的 好像打機一樣 我們就是要韓服大志在天 我的腳 還有一會兒會沒有知覺 我現在起不了身 我的腳被趴在那裡 我坐在床上 大志在天子是護持佛法的 它是一個重要的護法來的 而我修薩家派 即是密宗的花教 裡面十三金法裡面 其中一個就是大志在天子 它密法有另一個名字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 你又相信這個又相信那個 你說這句話 因為你無知就說真的 而我平時很少跟別人在Facebook文字上 跟別人打來打去 因為阿姐真是很忙的 老實說 我是出旅程才有時間睡覺 我在香港是忙到你們不會相信 所以其實我們對他們 道家的神仙 印度教的神仙 不同地方的鬼神 我們出於尊重 我們出於慈悲 我們佛教是覺得 所有眾生都是平等的 我們尊重他 我們知道他有很大的能力 正如你尊重一個老人家 畢竟他的命真的很長 一定比我們老很多 你尊重他有很大的神通 因為他可以選擇幫人或者學人 但他誤辭佛法 他選擇幫人 譬如黃大仙 他選擇天天地回答你們的無聊問題 你問我 我真的沒有這個耐性 我有這樣的神通 我都才不會 你明白嗎 你問這個很愚蠢 即是說什麼時候發達 今年流年怎樣 今年事業怎樣 我有三條仔追求我 選誰好 我是他都反眼 但是他做功德 他幫助你們 他知道你的問題 抗白痴也好 你都需要有人幫你 他就回答你了 所以我們出於尊重他 我們並不是認為他是最大的 因為我們知道佛才是究竟完全的覺悟 最究竟最圓滿 OK 好了 再講 那人死了 他一斷氣那一刻 他身體那個OS 就不再影響他了 即是我們平時 那些眼耳鼻舌真耳 和最頭癢是什麼 是你的腦 你的腦和其他 那些感官的 就是細胞 感官的功能 一直在擾亂你 一直在把你東拉西斜 你見人好笑的 失戀就失戀 但你不知道走過哪裏 想想當日 我跟他在那裏 曾經拍過一些selfie 都很開心 然後你又哭了 你完全沒有自製 你完全控制你自己 無法控制 你的mind 你的情緒 你都控制不到 其實你控制到什麼 這樣 所以 我們就說 當你的sensory organs 你的腦 那些 它shut down了之後 其實那一刻 你是會遇到一個 前所未有的光明 和前所未有的平靜 如果你生前是有打坐的 你會知道 這個就是自性光明的顯現 OK 你本來 原來面貌是這樣的 並不是我 這個驅學是我 或者是 現在這個 眼耳口鼻是我 並不是這樣 那一刻 沒有了這個organ 你這個身體的五韻 所以為什麼 心經裡面說 照見五韻皆空 其實五韻的背後 是空性 是 不是什麼都沒有 但它也不是真實的存在 即使你發夢 夢 好像是真 但其實不是真 空性是很難解釋 你只能夠誤的 你靠打坐去誤 好了 那 但是一般人 他生前沒有這個meditation 做開禅修 他認不出改一刻 就是自性光明的顯現 他就錯過了解脫的一個機會 他就會進入了一個昏沉 即一個昏迷的狀態 For大概多久呢? 大概三天左右 OK 然後他就會醒了 醒了 醒了的時候 他的身體 由於沒有一個軀殼 在那裡 困住他 他想去哪裡都去到的 他想到A 他就去到A 想到B 就去到B 他好像 不像隨風擺漏 他簡直是 需要那塊樹葉 需要那條羽毛 因為他沒有重量 他去到哪裡都可以 但他會覺得很神奇 因為 人家想什麼都知道 因為他有六種神通裡面 他有五種 不是很強力的 強不強就視乎什麼 就視乎他生前 累積了多少福德 OK 為什麼有些人死了 會成為一些很猛的鬼 而有些人又不會 這樣 不是你的怨念有多深 那麼簡單 你的怨念可以好深的 但是 如果你沒有那個福德 那個福報 即你積了那些福 在Bank Account裡面 你是化身不了 成為一個大力鬼神 我不是 推薦你要這樣做 OK 我所說的是 有些地方 為什麼泰國特別猛鬼 很簡單 我解釋給你聽 沒有泰國的人 特別心地不好 特別多禮鬼 因為他們生前 個個都是自殺 被他殺的 不是那麼簡單 你看那個鬼妻 未看的人看看 裡面那個 是否叫Nana 她 那個老公在打仗 然後她被人 逼海 不是難產死 她難產死 她放不下 她停留在中音 但她那個能力大到 所有人都看到她 她老公回來 她跟她老公一起生活了很長時間 沒有人敢跟她老公說 你老公是鬼 其實她不是鬼 她是中音 她放不下 但為什麼 世界各地都有人難產 為什麼人家沒有變成Nana 但是她就變成鬼妻呢 你要留意 泰國這個地方 是一個佛教國家 好像我這幾天在泰國 我每天早上六點鐘就要起床 待會我六點鐘就要起床 待會我六點鐘就要起床 那就下去買好一些食物 就等出家人和尚 真人經過 就共生 當然我是以我爸爸的名義去做 希望他能夠投生西方極樂世界 你想一下泰國人 或多或少 他人生裏面都積了相當的福德之良 譬如每一個星期會有一天是佛日 他們會去放生 會做不同的功德 例如共爭 去廟道參加法會 所以他們多少都有一個存底 所以這些人如果他臨死 他遭遇不幸 被人害 受冤屈自殺 或他殺 就很多 如果有涉獵 如果有涉獵 這個泰國佛牌 尤其是陰牌的人 就會知道 很多所謂的陰牌 其實就是一些不同的人 譬如 被男人搞大了肚子 男人建議施遷 此亂中氣 他自殺 他就變了泥鬼 然後被師父收了做佛牌 其實不是佛牌 有什麼叫陰牌 很多的 很多這些例子 就是因為他積存的福德 在他死的那一刻轉化了 令他成為一個大力鬼神 老老實實 香港那些什麼都不相信那些 他死了 他只會是一個很可憐 那些公公 走過 都沒有人見到他 沒有人騷擾他的鬼 我的腳 我繼續要處理我的腿 哇 很糟糕 對不起 這裡最好剪了他 那繼續說 死了 三天過了 那個昏迷醒了 你會去你身邊的人 跟他們說話 喂 我隔馬裡面有什麼 哎呀 我有什麼 你有你說 有他們哭 或者有他們派對 什麼都好 你發覺你怎麼說 他們都聽不到你說話 跟著呢 你就會又很猛 你怎麼聽不到說話 到呢 你很傷心 因為 你又猛到傷心 或者你直接傷心 因為你發覺 他們都覺得很哭 很不捨得你 你很不捨得他 但你說什麼他都聽不到 因為 你已經沒有了這個 人的驅學 你說不到話給他聽 他聽不到 除非他有神通 他見到你 否則他見不到你 OK 這樣 你就開始 就會進入 你的身體的狀態 那個狀態 就會開始變成 你下一生的那個樣子 譬如你下一生 你頭生做豬的話 就開始變了豬樣 就是你由你上一世的人樣 開始轉轉轉變了豬樣 OK 如果頭生去地獄 又會好像一條黑柴 焦了 有些黑煙飄出來 如果你頭生餓鬼的話 就好像是青灰色 然後倒轉走 如是等等 如果頭生做人道 天道 都會有不同的試驗 這個時候 你可以幫他做事 你也應該幫他做事 因為最重要的是 他死了那段時間 這就是你跟時間競賽 大哥 怎樣跟時間競賽 他一投胎 這樣就定了 你明白嗎 所以我經常跟別人說 如果你家裡的貓貓狗狗 死也好 爸爸媽媽死也好 我保你大 你千萬不要浪費時間 在那裡哭 在那裡緬懷 在那裡覺得自己以前怎麼壞 我告訴你 我爸爸 臨走的時候 當然一路坐臉 是不是 但我發覺一路坐臉 他雖然很冷 你知道他四大已經分離 但他的心跳一直慢 但一直都沒有停 他離留了三個多小時 直到我跟他說 我跪在那裡跟他說 我說 你要走了 你要放下 我說你放心 我說我會處理 你不要擔心 你不要記掛 你時間夠 我知道你不是放棄我 我知道你不捨得我 但是你一定要走 你可以靜土等我 我答應你 我會來找你 這個時候 就看到他的心跳慢慢的慢 OK 他終於停 停了 一個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記住 不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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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者的身體 姑娘要進來 拔喉 推他進去臉房 那些全部都不行 那你就說 不行 香港的醫院 你很傻 所以 不好意思 除非你是南風的老闆 你是可以 有僧人圍著你 幫你仲經 仲到你走了 十二個小時都仲在那裡 不然 香港人 其實是生養死狀 你不覺得 都搞不定 老實說 我爸爸在醫院的時候 兇殘如我 兇殘如我 我跟醫生溝通好 即是在ICU的時候 我說我爸爸要走了 我要求他走了之後 沒有人進來 OK I don't care 誰都不行 任何人 I don't care 機器 即是儀器 那些東西 照給他 駕駛 房間照在 OK 總之不准動 我爸爸 Nobody could enter into my room 除非有我 那我當然不會有 那我就守住在房間裡 那我就說 租什麼我照給 儀器我照給 即是那些錢我照給 你不要搞他 那我爸爸就 stay there for 即是十二個小時 超過十二個小時 十三個多小時 接著我們先送他下去 幫他換衣服 抹身 送他下去 OK 這個很重要 因為人死的時候 靈色離開的身體 其實是很慢的 你動他 他會有很強烈 好像撕裂的感覺 很痛 那這一種痛 對他的頭生 是很大的障礙 非常之不好 我爸爸在泰國的私家醫院 而我爸爸呢 之前 即是他肺炎進醫院 他肺炎康復 但後來是 心臟衰竭而走的 我爸爸沒有什麼大的痛苦 走的時候 即是很短時間 他 心臟不夠力 然後 離流的時間 大約三四個小時 然後他斷氣那一刻 我找了撒家派最大的幾位 撒家法王 然後 Ludin Ken Chan 即是老的那位 如果是收蜜鐘 就知道我說誰 還有他姐 那一刻 三位幫我爸爸收婆娃 婆娃 就是把我爸爸的靈色 稱去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 即是 徐爾門 一撻就過去 那樣 那當然如果他生前 是有這個 practice 他有收開婆娃的 生前 就更加容易 深知 你知道自己要死了 你自己幫自己收婆娃都可以 令到你的靈色 就在頭頂的繁月 這樣衝出去 如果收得成功的話 這個繁月會破的 即是會穿的 會有血水流出來 或者是眼流血 鼻流血 總之你的靈色 即是會在頭頂的位置 衝出去 那我爸爸 做婆娃的時候 他是笑的 我拍了一張照片 其實我爸爸的嘴角 是戳起 笑 即似乎那個肉體 的痛苦已經沒有了 這樣 那接著呢 我要哭 我要內疚 覺得子玉養而生不再 我壞女 什麼的 我沒有對她好一點 那些 我是在那三天裡面做完 就是知道她是暈了 即是那三天她昏迷了 即是因為 你買大小而已 她 either去了淨土 一天都光亮了 或就是她暈了 OK 那 就 你哭了什麼都可以 沒有人理你 但是呢 三天之後 她一知道會醒來的話 OK 即是沒有去到淨土 醒來的話 完全 一滴都沒有哭過 很堅強 就是不斷地唸經 不斷地對著她的照片 說 就說 爸爸你要去哪裏 你要聽 現在我看 印度 Uttarachai 那裏有一個叫Daradun 那裏有兩個寺廟 一個呢 是薩加法王的寺廟 一個呢 就是Ludin Canning Boche的寺廟 兩邊都幫你收 這個大日如來超度法 一個是每天都收 一個是每七天收一次 那你喜歡去哪裏 就去哪裏 你快點去聽 你知道嗎 你不要錯過 這樣 他們會跟你說 你現在呢 旅程 即是你的旅程 是怎樣的 所以你不要錯過 你一定要去 這樣 不斷地狂循 不斷地說 不斷地做 那段時間 我就很積極地幫他 霸道功德 任何好事 可以做的都做 那我跟大家都這樣說 就是如果你有親人 快要走 四大開始分離了 助念定了 OK 然後他一斷氣 不要動他 我現在給你們一個 bullet point 很簡單 然後不斷地幫他 一句 很簡單 然後一段時間 拼命地唸 南無阿彌陀佛 都是那句 廣東話 國語 廣州話 英文日文 不管 總之喪念 你喜歡唸觀音 都可以 或者是南無觀世音菩薩 都可以 因為其實觀世音菩薩 和阿彌陀佛 是同一個地方 都是叫蓮花堡 OK 包括六道母 百道母 都是西藏的道母 漢土叫做多羅菩薩 總之去到就行了 不要管了 這段時間 記住 不要浪費時間去哭 你哭你會影響他 你哭你會障礙到他的頭身 你是對他有百害而無一利 所以你要不斷地做很多的善業功德 每做一件回向給他 每做一件回向給他 你窮其一生不斷地這樣做 OK 那有人就會 這個時候 我見為什麼沒有人問一下 OK 就是 有一個叫做 中陰白磚 OK 或者是 那個叫什麼 中 蘇著零波車那本 中陰道亡經 對嗎 The Tibetan Book of Life and Death 這個我要補充一點 因為 並不是西藏所有宗派都 agree 是有中陰白磚的 什麼叫做中陰白磚呢 就是 你死的時候 你身體裡面 會釋放 你會見到 一些很慈祥的佛菩薩的樣子 叫做直正磚 然後他們來帶你走 你不騷擾他 你不認得他 OK 他會很光 很大的聲音 然後你會怕你會撇了 其實他來救你的 然後就會出現憤怒磚 即是那些空人惡殺 那些 那你更怕你會撇了 如果你錯過了 中陰文 沒有文 即是斯文直正那些 即是很kind的那些 沒有就很惡的那些 你錯過了中陰文 沒有白磚 那你就開始 就會去 投生 OK 你就會開始 看到 不同的景象 去 譬如你看到一個山崖 你看到一對男女在交合 那你喜歡爸爸就變了女 你喜歡媽媽就變了兒子 那這一套 中陰文武白磚的 這一套說法 並不是西藏四派都推崇 都agree on 所以就是有爭議性 這件事 但是 沒有爭議的就是 你看地藏經 我找機會找一集 專門講地藏經 就是其實 你喪造功德是沒有錯 最好生前自己做 因為你死了先來做 死了沒得先來做 所以你要交託別人幫你做 但是你又不知道別人會不會幫你做 是不是 你的兒子不孝 或者他孝 但是他很忙 或者他不懂 那怎麼辦 所以你生前自己做 全部都是你自己的 就算你說你回向哪一個都好 其實你也有的 你知道嗎 他只會multiply 他不會減少 但是如果你幫忙者做 他只能得到七分之一 這個不是我作的 地藏經 這個不是我作的 這件事很清楚 所以自己做多一點 這樣 OK 那關於道家的看法 就是 剛才也有說過 就是這個肉力補鈔裡面有說 所以有興趣自己看 不詳述 總之你會經過十年炎黃的審判 然後就將你發環 就會經過內河橋 然後喝孟婆湯 這個就是 佛教的 不是 道教的說法 但是道教有一件事 都值得提一提 最後兩分鐘提一提 就是 有一個叫做 壽生前 OK 有些道家的師傅 會叫人做 就是他們的看法 人在地府準備投胎的時候 是問一些官差人 他們下面 地府的官差 衙門借錢 因為什麼上路錢 有醫養路 那些 所以 他們的說法就是 我們發言 我們一定要還 做了人之後 我們一定要還 但是我們一出生之後 就忘記了 就沒有還 所以就諸事不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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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在佛教的角度 他怎麼看這件事呢 如果 我不肯定我沒有記錯 是不是虛嚴老和尚 OK 我也不知道我讀錯 虛淡 還是虛嚴老和尚 企人哪一個嚴子 好像 他都有說過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他的話 他就說 雖然 這個 燒往生前 這件事 不是佛家的事 但是他的確 他 是一個出家人 他都見識過 有很多人是病到 溫溫彈彈彈 快不行 快死 但是 找人燒了往生前 之後是好 正如 唐太宗的媽媽 也是病了很久 搞什麼都不行 後來 涉太歲 又好 所以我覺得 就是說 我經常都說 open-minded 你不要覺得 那件事不是 你相信那件事 你就排斥了它 and again 我們都說 其實 天地間這麼多的 天神地奇 找一集會說 OK 讀譚 虛淡老和尚 你open-minded 你去看 你會知道 其實世界之大 蒙奇不有 如果它和你沒有太大的衝突 那你就可以去做 你能力反而做到的話 那你就自己去試一下 它有什麼可以 benefit 到你 是吧 我下一集說運 因為一命二運三風水 可以四隻音符五讀書 六明七相八精神 九家居人十養生 是不是 一個個這樣說 然後再講其他題目的時候 那你會發覺 有更加多很神奇的東西 如果說運那部分 嗯 那這個環壽生前 就是 對 道教的東西 它計算 你熟什麼 不知道多少月出生 就是還多少 都是找道士幫你化元寶 而已 值得一提就是 佛教怎麼看燒金雲元寶 金雲醫治的東西 我今天超時一點點 就是 嗯 中國人經常說 人死了做鬼 其實呢 in a way 是對的 但又不是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 人死了其實是中音生 不是鬼 鬼和中音生 中音生是兩樣東西 OK 兩樣的截然不同 來的 你由中音生化生 去了 這個 惡鬼道 你才是鬼 但是為什麼 中國人 會說 人死了做鬼呢 啊 很簡單而已 自古以來都推崇 要劫 摘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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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佬 慳貪的果報 就是做餓鬼 沒錯 真的 是對的 那 做鬼呢 那你就守著自己的錢 跟著 鬼 餓鬼也有很多種 有很大福報的餓鬼 OK 可能做了成王 做了土地 這個佛教的角度 但也可能是很沒有福報的小菜櫃 是連你家人 拿東西給你吃 點香 元寶蠟燭 什麼你都收不到 目見連尊者 就是佛陀的一個弟子 是神通第一的 他媽媽就是這樣 生前好限貪 什麼都不肯的 就是不捨得吃 不捨得 洗什麼都不捨得 守住這些錢 死了就是這樣 就是連神通第一的目見尊者 幫他做事 給他一些東西吃 什麼的 他都享受不到 所以當 目見尊者走去問佛陀怎麼辦 佛陀就宣說了 說這個 下日 真人的那個 他們會有一個首戒 15天的 這個結集完之後 這個時候你共爭 那個功德就可以令到亡者 回向給亡者 就可以令到他超拔 就有這樣的一個典故 所以你問我 或者也有人問過 老法師怎麼看呢 佛陀不主張蕭金文醫子 為什麼不主張 不是沒用 不是他不需要 他需要 但是 你會助長他的貪念 他為什麼會做惡鬼 in the first place 就是因為他的貪念太重 所以成為惡鬼 那你給了他 他的貪念更加重 你就幫不了他 你明白嗎 你真正可以幫到他的就是 幫他做功德 回向給他 讓他超拔 讓他離開那個軀體 做回人 甚至上天道 或者是去到這個淨土 當然是固然是最好的 明白嗎 所以 unless你很肯定 你那個親人 是投生在惡鬼 否則 不主張宵夜給他 你要幫他有很多方法 做功德是最直接 你做任何的好事都可以回向給他 你可以做 師食 即是煙貢 那這個有一集 是結下安居 麻煩 Thank you 你可以放鹽口 做蒙山師食 做煙貢 即是給他食物 而這個方法一定能吃到 如果你是做煙貢的話 OK 因為不是我們的能力 是因為觀世音菩薩的能力 可以令到所有受苦的眾生 可以benefit到 尤其是這個惡鬼道的眾生 還有你有拖欠過他 傷害過他的冤親債主 只要他是惡鬼 或者是這個中金身 他都可以benefit到 還有周邊的那些鬼神 就是天神地奇 當然你會供養佛菩薩 如是等等 就是他所謂的四眾嘉賓 這個找一集再說 就是做煙貢這件事 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非常之好 如果是信佛教的人 修脈中的人 其實真的應該做 應該天天做 非常之好 OK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超時了六分鐘 多謝大家的支持和包容 OK 包括說錯話 和條線收得不好 我等下六點就要起床 所以我也睡覺了 拜拜 下一集會有 次官和文老師講山海經 還有祝勸大家 菩提路上精進 好嗎 希望大家 我不會說什麼 恭喜發財 總之就 生生成成 不要做壞事 做多些好事 拜拜